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之前也知道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快据元素 一种是行内元素 一种是快据元素 一种是行内元素 那么快据元素这个东西干嘛呢 你显示一个东西之后 它会在下面接着显示一个另一个东西 然后行内是你显示一东西会在右边接着去显示 是这样两个概念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效果并不能满足我们的一些需求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定位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笔记 咱们笔 咱们笔记里边写了一下定位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定位呢我们主要分为四种 一种是默认的这个定位 就是static 然后另一种呢是相对定位 然后还有固定定位 还有什么 还有绝对定位 这三种定位 注意 这三种定位是我们这个定位里面 所以讲解重点 重点是默认其实你这个定位就是static 正常的一个东西 那定位呢 首先第一种是相对定位 相对定位指是什么呢 是元素是相对于什么 其他的正常的位置 相对于这个跟前的这个元素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固定定位是相对于流量器窗口的一个位置 它什么 它不滚动 它不滚动会停止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第三个是咱们的绝对定位 绝对定位里面呢 这个就用的也非常多啊 它是什么呢 相对于最近的啊 以定位的元素啊 如果元素没有一定元素 那么它相对于什么 html 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概念听起来很很很复杂 对吧 很复杂 别着急啊 我们接下来用代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就非常好理解了 OK 这边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 html的结构 为了解定位 我们首先先搞一个div出来啊 搞一个div出来 来这是一个div 然后呢 div 这个div我们给加一个rd啊 rd等什么呢 等于啊 就是 比方说这个叫做啊 谱数好吧 谱数 然后呢 呃 这个底面不写东西了 我们直接给它加一个样式 怎么着啊 我们加上是不是井啊 井 谱数啊 好了 在这里面写什么呢 写宽度 宽度等于一个 呃 300像素好吧 然后呢 高度 高度等于一个 300像素 OK了 宽高我们就写好了 然后给加个背景色 这样就能看出来 对吧 就能看出来了 呃 background 背景色直接是red 红色啊 好 咱们打开这个浏览器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右键啊 通过咱们的这个啊 火火浑浏览器打开一下 好了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咱们的div 正常的就显示在这个地方 是吧 正常显示在这样的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啊 我想再加一个div 啊 我想再加一个div 来 这个div叫什么呢 rd等于什么 叫苍苍啊 rd等于苍苍 然后苍苍呢 这个 来 我们再加个样式啊 苍苍这个我们加个样式看一下 这时候写一个啊 小一点啊 位子 位子等于什么呀 位子等于个100像素啊 100像素 然后呢 hat等于100像素 OK 这是咱们的这个苍苍这个div啊 显示的一个状态 这个注意是英文的啊 码号 OK了 放在这儿 然后再加一个背景色啊 再加一个背景色 back ground 这个什么 tr en好吧 不认啊 绿色的 不认 刷新看一下 这时候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什么啊 咱们的这个呃 绿色的div 苍苍是不是 这个div 它现在是在下面显示的啊 下面显示的 但是有时候我不想让它在这显示啊 我让它在嘛 啊 换个地方显示 然后在这个 这个图像里面显示 那怎么办呢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先看一下这个相对定位 它有什么用啊 相对定位它有什么用 只要说我们要使用相对定位的时候 啊 position position定位 position 加这么一个属性之后呢 加一个叫relative 啊 relative controls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流量显示 你看一下 怎么着啊 现在是没有变化的对吧 没有变化的 我们加个东西的top 离上面有点距离啊 这个20像素吧 好了 刷新看一下 这是top啊 top的一个离上面一个像素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加呢 再加一个负的啊 负的20像素 你看一下 哎 它说跑到上面去了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 哦 如果说这样的话呢 我负 100行不行 负100是不是就飘到里面去了 你看对吧 到这里面去了啊 这个是相对定位的一个简单用法 相对定位简单用法 呃 其实这么用来行 它可以相对于咱们的这个元素呢 呃 会有这么一个改变啊 相对于咱们元素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把这段代码啊 呃 先给注释一下啊 不能生效啊 注释掉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啊 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呢 再放这边来 怎么着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这个绝对定位啊 ab absolute absolute 好了 这个绝对定位放在这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也不佳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刷新看一下 这绝对定位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变化啊 没什么变化的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加个top值啊 top值能源 100像素 你看一下 刷新 怎么着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它跑了 对吧 它跑了 而且跟刚才跑的不一样啊 刚才跑了 刚才你看你加个top是吗 它相对于这个东西跑的啊 现在呢 这个absolute是怎么着啊 它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上面 看一秒 相对于上面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间隙啊 来定位的啊 它离上面有一百像素了 注意啊 是有这样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它是不根据当前的这个位置变化的 而是根据什么 整个htm啊 其实啊 简单的也是根据这个边和这个边的距离啊 你看我加个left 加个left控制它的距离 left等多少呢 等于也等一百像素啊 好的 刷新 咱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离这边有一百像素了 对吧 它是相对于这个边 还有这个边啊 这两个边来进行变化了 一般情况我们用这个就够了 当然 还有什么 当然你有top left 肯定有right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bottom 对吧 bottom啊 然后这个呢 我们这个right用的可能还多 然后你的bottom反正就少了 很多时候就不需要用的这个东西 来控制它这个距离啊 这个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一个绝对定位啊 它的一个简单用法 绝对定位 这个呢 也是啊 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OK了 咱们再来 咱们再来啊 虽然这几个之后啊 我们再来一个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 这时候固定中 我们直接给这个谱树这个加就行了啊 这个position position什么呢 叫做固定定位啊 fixed啊 fixed 好 来刷新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刷新 咦 这时候你发什么 啊 刚才那个那个绿色的 没有让人显示对吧 绿色没让人显示啊 把这个打开一下吧 呃 把这个定位的就是这样啊 不需要这个定位了 咱给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定位啊 你会大家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 怎么着 绿色不显示了啊 不显示了 为啥不显示了呢 啊 其实不是不显示了啊 我们把这个高度给它是大一点啊 高的实际一切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刷新一下 哎 你突然会发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嗯 它是不是在下面啊 下面这个藏起来的一样 是吧 藏起来的一样 而且你会滚动这个浏览器这个窗口 所以你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咱们这个红色始终都保持在这样一个地方 看没有 始终保持在这么一个地方 就不动啊 我怎么滚动窗口 它也不动 然后呢 这个因为这个一千也很高了 所以说它在动啊 还在动 然后我们再加加高一点啊 加高到一千五 也会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刷新 啊 你看 这个时候怎么着 本来是这样的 还没有 本来是这样 那我一滚动的时候怎么着 哎 它这个什么 它这个条 下来了是吧 所以说上面那个东西 那个DiV是不显示 但是你看 它露出个头对吧 露出个头是什么呢 是因为咱的这个红色的这个DiV啊 它一直不动啊 它一直就不动 就固定在这了啊 我们加个横条 让你看起来也更有效果一下好吧 加个横条啊 然后说在这个 呃 普通这地方 宽度我们设计成百分之百 好吧 哎 很多时候你在看一些网站 它的导航一直在不动 其实就用这个东西可以来实现啊 这个写成一个100向锁啊 对 它不动 那么它就会这样来刷新看一下啊 你看你怎么能控制是吧 它这个东西不动会固定在这啊 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啊 是这么来用的啊 当然这个定位呢 其实你是有兼容性问题的 比方说你在R18以下啊 它这个东西不好使啊 不好使 呃 就在高版本浏览器才好吃 但现在呢 基本上我们都在用高版本的浏览器了 所以你也一般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啊 不会关心 如果说你非要兼容低端的浏览器呢 可能就需要用JS来实现啊 JS来实现 那那个就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啊 好了 本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继续下一节的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